你们看到的植物体 像我们现在一眼望去外面的植物 有龙树有小草 你们看到这些植物 是不是都是多细胞个体 对吧 我写一下 多细胞个体 为什么要特别前到多细胞的个体呢 因为动物间和植物界都有个共通的定义 只要是动物跟植物 都是多细胞个体 如果你现在看到它是单细胞的 你不能叫植物个体 你只能叫一个细胞 你不是一个植物个体 植物跟动物都是多细胞个体 好那我们现在外面看到那些大树啊小草啊 科学家研究它的染色体套树 发现它的染色体跟动物一样是2n的 你们现在外面看到那些植物 我们都叫它们包子体 它是2n的多细胞个体 那干嘛叫它包子体呢 包子体负责产生包子 如果产生馒头就叫馒头体了 包子 但是齿包非离包不要写错字 包子体负责产生包子 好各位啊包子 我们看到包子像你看到绝类的包子 去研究它的染色体 它的包子是1n的 所以我这边写个n对吧是1n 它的染色体是单套的 所以一个2n的包子体 为了产生1n的包子 不是应该要进行减速分裂吗 对啊包子体的2n细胞 经减速分裂产生1n的细胞 叫包子 我现在所讲的包子 就是你们国中所说的那个绝类的生殖液 下面的包子囊堆里面的包子 它是1n的细胞 它是来自于包子体 那包子体不得产生包子 包子产生了 那包子是这个细胞 它经过分裂 发育成配子体 配子体呢 也是多细胞个体 多细胞个体 但它是来自于包子 包子是1n 所以配子体也是1n 这是1n的个体 而配子体还分为磁熊 所以我看到熊配子体和磁配子体 它是1n的多细胞个体 然后配子体干嘛叫配子体 就像包子体干嘛叫包子体 包子体负责产生包子 所以配子体负责产生配子 配子是1n的细胞 所以包子是一个细胞 配子也是一个细胞 好 然后1n的熊配子跟1n的磁配子 经由瘦精 就是配子结合 叫做瘦精 就组装成盒子 盒子是单细胞 但盒子呢 是两个1n合在一起 它变成2n 对吧 2n的盒子 2n的盒子在分裂 发育成2n的包子体 回到源头了 回到原点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念一遍 2n的包子体 起因减重分裂 成了1n的包子 1n的包子 发育成1n的配子体 1n的配子体 成生1n的配子 1n的配子 受精成2n的盒子 2n的盒子 发育成2n的包子体 这就是植物的生活史 总共有五个东西 哪五个呢 两体三子 有看到吗 那两体就是包子体 和配子体 只要叫体的 都是多细胞个体 只要叫子的 都是单细胞 例如包子是一个细胞 配子是一个细胞 盒子也是个细胞 其中包子和盒子 是2n 讲错了 其中盒子和包子体 是2n 包子 配子体 和配子是1n 所以你们看到 我这个图 用个桃红色的框 把它框起来 这个桃红色的框框 里面都是单套 就是1n的细胞 或个体 单套 而这个桃红色框框的 外面 就是双套 双套呢 就是2n 所以植物的生活史 分两个时期 从双套变成单套 单套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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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交替出现 那只有包子体和配子体是真正的个体 所以有另外一种描述方式你可以听听 植物的生活史 就是包子体通过包子生成出配子体 配子体通过盒子生成出包子体 包子体生出配子体 配子体生出包子体 包子体生出配子体 不断的交互生殖出来 二人产生一人个体 一人产生二人个体 这是植物的生活史 那请说 多细胞 只有配子体跟包子体 叫什么体的都是多细胞个体 另外三个子都是单细胞 那我们人 就是各位同学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植物生活史 你会觉得很陌生 因为动物不是这样子的 动物的个体是二人 而你的二人的个体 直接减重配子体形成配子 你省去了包子和配子体 这两个状态 你没有这两个 所以植物的生殖 或它的生活史 比动物复杂多了 它有两种个体 一个二人一个一人 还有过程中有三个子 这是包子体跟配子体的示意图 那我们先用下面的表格 整理一下 而其中一恩的叫单倍体世代 它又称为配子体世代 因为单套的时候 唯一的个体就是配子体 多细胞个体 到了二恩世代 唯一的个体是包子体 所以二恩世代是包子体世代 一恩世代就是配子体世代 可是我后面说的瓜虎 配子体世代又称为有性世代 什么意思 有性别之分 因为我们的配子跟配子体 有雌雄配子之分 可是你看这个 和子跟包子体 没有雌雄之分 所以这个无性是无性别之分人世代 这是我的补充 事实上你只要知道 一恩二恩单套跟双套 跟配子体跟包子体就行了 然后下面的比较都蛮简单 它起于谁 忠于谁 像那个框框里面的单倍 起于包子 忠于配子体 然后那个包子体世代呢 起于盒子 忠于包子体 你只要这个 上面这个图懂了 下面这个表格 你很快就整理出来了 好 所以我们现在呢 很快速再念一遍 复习一下 请各位把这两体三子的过程 牢记在心 二恩的包子体 形成一恩的包子 一恩的包子分裂形成 多细胞的个体 叫配子体 一恩 一恩的配子体 产生一恩的配子 一恩的配子受精 成二恩的盒子 二恩的盒子发育成 二恩的包子体 就回来了 好 以上这是我们植物生活史的流程 每个名称 请各位先记着 接下来我们拿 深圳的植物的生活史 来套用 你就知道 植物就是这样生殖的 好 有问题 感谢观看